夜场狂风暴雨在傍晚时分吹袭雪兰娥和吉隆坡一带 造成多个地区发生闪电水灾 多颗大树被吹倒 五级加利尔附近甚至出现了夹带冰雹的大雨 而在五级加利尔科技原路移动新大厦的办公室 玻璃窗也因为承受不住强风暴雨的吹袭而被震碎 大厦的感应电动门一度停止操作 同时升降机还发生故障 导致员工受困 您绝对没看错这样的暴风雨情景 在刚过去的傍晚时分在雪龙多个地区上演 其中在五级加利尔科技原路 移动新大厦的办公室玻璃窗户 甚至承受不了暴风雨吹袭突然爆裂 天花瓣也随之坍塌 办公室内员工吓得仓皇逃走场面混乱 根据目击者描述有关的大厦感应电动门的系统一度受影响 电梯也无法运作导致多名员工受困大厦内 另外正在主办第十七届书香世界中华书展的第二玉水坊 故广场的玻璃大门同样被强风刮得剧烈摇晃 现场的摆设道具部分书滩都被吹起 超过两个小时的暴雨导致多条主要道路 包括端姑阿都哈林路 班底路 第二中环公路和五级加利尔大道 等等路段出现闪电水灾 道路严重堵塞 至于五级加利尔前往花莲花园路段还有大城堡新街厂一带 甚至出现夹带冰雹的大雨 网民纷纷将照片上传到网络 狂风来袭也导致多个地区传出至少40宗树岛事件 所幸的是没有任何伤亡报告 吉隆坡市政局救援小组和交警等各单位 派人到一些地区失员和指挥交通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